不用弄了 不用弄了 很帅 这领带松了 早知道 打车过来了 哪里松了 我来帮你 走 这领带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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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了吧 我就是还会 忍不住牵挂 别告诉她 可眼神难说谎 世界能回答 我的愿望 王总 小心 将闸 开门 鬼 怪我 虽然 和 季 小 哥总 还好吗 你觉得 我还好吗 我觉得这套更帅 比刚才那套更好看呢 一共八万六 我会让财务寄到你工资卡上的 顾总 我觉得三千两点套更好看 我们还是回去换吧 走 迟到了 好了 顾总 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呢 是根据贵公司的一个产品特性 以及它的量度 对整个花颜色的包装 做了全新的展示 也许是意外 也许是天气在搞怪 为什么每次遇见你 都会莫名愉快 赶走阴霾 我学着习惯 隐藏起对你的喜欢 可是你忽然的转身 就嫌弃破烂 这幸福一遍一遍等着 顾总请 孙总 这次的策划案非常满意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能让顾总满意 那才是我们的荣幸 合作愉快 嗯 试陪一下 嗯 喂 老大 你们那边完事了吗 我正在路上了 我现在去接你们 颜色也特别好 和以往都有很大的改变 不用了 咦 多怪你 不叫熊啊 错过末班车了吧 无所谓啊 随便坐坐也挺好的 挺舒服的 顾熙超 你这个人也太奇怪了吧 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吧 我觉得你超凶的 但有的时候 又觉得你还挺好的 比如咱们第一次见面 你就开车救了我 再比如我的项链 你花大价钱替我买回来 但有的时候在公司 我觉得你那些职员们 都超怕你的 在公司里面我是老板 当然不可能 对每一个人都一样 其实男人有时候一辈子 只会把温柔 给唯一的那个女人 谁啊 你觉得呢 小伙子 买一只花送给女朋友吧 哦 我们不是 来一只吧 好 谢谢 两只 来 谢谢啊 谢谢 给 好 谢谢 不用了 花都给我吧 给我送吧 谢谢 谢谢 好了 谢谢 谢谢啊 别那你就你 来 给我啊 这儿还有别人吗 那 我就收下了 谢谢 爹 怎么突然想到找我出来喝酒啊 以前我们在国外不是经常一块儿喝酒吗 子茂 回国就不适应了 对了 我看西城跟那位贺锦西小姐 好像关系不太一般啊 西城之前从来没有过特助或者秘书 她和她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其实贺锦西 就是顾西城的未婚妻 只不过消息还没有公开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啊 不过消息还没有 之前在国外的时候 奶奶就一直催西城找女朋友 没想到 最要进了顾家的是她 难过 未婚妻 但还没结婚 所以我还有机会 我为をたくさん容忍 何故 你果然还是不愿意放弃顾西城 怎么可能放弃呢 不雅 我看你跟那位贺小姐 好像关系也挺熟络的 你们是朋友 对 我们是朋友 那你们认识时间也不久 这么快就能成为朋友 你们真的很投缘啊 我们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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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都有个想法 啥 düşen 哏 得瑞莱 我想看 我去掉公子的第一桂 烏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有工作需要跟贺小姐交接的吗 工作倒是没有 就是乐趣少了许多 我随时可以过去 那太好了 我现在就带你办手续 好 就 就这么做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研发部就多了一名新同事 大家欢迎贺锦西小姐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啊 贺小姐之前没有从事过相关工作 大家要好好帮助她尽快适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